所以说我们俩就选择来塞尔维亚逛年 但这边茶贝大了 这边不是给你煮的茶 这边是用袋泡的茶 早餐 等待了 还没睡醒呢 又要吃茶了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日 我们现在在塞尔维亚 现在是早餐的时间 看一下 早晨的8点11分 我们现在在这个酒店吃早餐 它这个酒店好像是办了婚礼的 一会儿看一下早餐怎么样吧 他刚才说的我们有的也听不懂 有的说什么sli的 好像是甜的 就没要 我们就要了三明治 咖啡三明治 看看味道怎么样 看看跟土耳其相比 好吃还是不好吃 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今天看球是不是也都是蛋冰包的 对 所以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塞尔维亚了 但是第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就来了十天 所以这次要待一个月 感受一下这个塞尔维亚生活怎么样 等一下早餐就来了 这个 这个 特别把这咖啡用 它说是酸酥 特别一点的 这边喝茶也是 酥感 但这边茶贝大了 这边不是给你煮的茶 这边是用这个袋泡的茶 那个土耳其的红茶特别香 昨天我奋战到 塞尔维亚的这个当地世界 大概半夜的两点钟 才把视频传上去两个 2月2日的朋友们记住 你们2月2日的时候 已经在看我这个土耳其的 看热地球的视频了 我们现在是在 塞尔维亚的特尔格莱泽 我这个位置是离这么久镇的 大概有四五公里吧 因为他家便宜嘛 这家好像 塞尔维亚来说吧 酒店来说 可能是基本上具便宜的 150多人民币 一碗在酒餐 马上快到新年了 中国的春节 我们俩在塞尔维亚过了 我在这边订了个民宿 大概十多天 有的朋友肯定问 为什么要在这边过年 为什么不去托尔席 基本能好一点 我感觉这边 怎么说呢 肉也便宜 中国调料也便宜 而且 就是在 已经在土耳其待一个月了 所以说来这也挺好的 尤其我住的地方 在多脑河 在多脑河畔 旁边也住 没事逛一逛 虽然是气温冷了 但是主要是还是肉便宜 猪肉便宜 而且这边 华人比较多 青菜也比较多 所以说中国人在这边生活 还是比较方便的 可能是土耳其 那边没有找到 但是有很多青菜 那边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俩就选择来 塞尔维亚过年 因为这边中国人多 青菜多 调料多 而人肉便宜 调料也便宜 就是这么个事 就是比较糊的这个面包 夹着香肠 就叫三明治 这是酸奶吗 还是什么 应该是 开始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餐 不过可以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餐 其他的我就不拍了 我们吃完饭以后 一会儿去 折蒙小镇这边逛一下 逛完以后呢 我们就去 盯着家民宿 先把那个房间开了 把东西收拾一下 过两天就去其他城市了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了 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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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